对 随着外婆年龄越来越大 外婆也没办法再照顾我了 所以我就去到了广东 去找我妈妈 她一个人做三个工作吧 可以这样说 做三份工作 中午的时候要去给人家煮饭 然后晚上回来以后 在路边摆摊卖玩具 回去以后还要去捡废品 因为妈妈要照顾我 没办法准时给人家把饭做好 所以被人家辞退了 看着妈妈为了我丢了工作 我也不想一直成为妈妈的负担 所以有一次 我妈妈带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看见王人在街头唱歌 她都看不见 她都可以自食其力 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养活我自己 你敢唱吗 你原来都不太唱歌 现在当这么多人唱 就我这样出去 还没有开始唱了 就一大堆人把我给围住了 就都盯着我看 我当时心里好紧张好害怕 这么多人围着我看 我不敢唱啊 手都在发抖 我就想 我说干脆不唱了 回去吧 可是我又在想 如果我不勇敢地迈出 这第一步的话 可能我永远都停留在原点 所以我在告诉我自己 一定要勇敢地迈出 这第一步 所以我就开始唱了第一首歌 小陈故事 效果怎么样 唱完以后 很多人给我些爱心 还有人给我送来了掌声 我当时特别地高兴 特别地兴奋 所以那天我唱了很多歌 到第二天 连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太过于兴奋 把嗓子唱哑了 那天收了多少钱 那天有一百多吧 除了我和妈妈的吃住以后 就剩下的 然后我就攒起来了 攒起来了以后 到了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给我外婆寄回去 因为外婆这么多年 对我不离不弃地照顾 所以当我挣到的第一笔钱 我就寄回去给我外婆了 我外婆当时很高兴 她高兴并不是说 因为我给她寄钱了 而是因为她知道 我现在出来 可以很好地照顾我自己了 我外婆很安慰 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我们的节目 叫幸福来敲门 是帮别人实现心愿的 但其实有很多当事人 到这儿来也带给了我们 很多神奇的故事 有很多看上去 连正常生活都没有的人 结婚 生孩子 过得比很多生活当中的 主流人群还要幸福 她也是如此 我听编导说她成了家 对 那把你老公叫出来 回来出来 来 有请胡运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 15岁那年 爬那个变压器 然后触摸到了高压线 所以导致右手截肢 也是一段不幸的过去 没事 现在幸福了 你们俩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们俩是在2013年 我无意中看到了她的节目 因为出事以后 一直挺自卑的 客人来说 更多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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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